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这是我们要非常感谢慧平法师 他的著作 追星沐云 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好文章 应该有一年左右吧 一年多 那今天是最后一篇 这个姻缘也实在是很巧 有的时候我只是看 这个有一个话题 对就刚好要录影前 觉得很相应 所以我没有刻意说 安排哪一天 选哪一篇文章来分享 但就很巧 今天最后这一篇 就是叫星光灿烂 那这在讲什么呢 他在描述着说 在总本山每年 农历的正月初一 就为期一个月 都有春节平安灯会 那么在这个农历正月初一上山 去赏灯 包含到十五之前吧 过去了没有疫情的时候 都还有烟火秀 还有各种的花灯 尤其是从佛陀纪念馆到本山 这个整个后山连结的地方 那真的是来山 不管你多少万人在那里看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自己欢喜的地方 在那里感受一种真的叫星光灿烂 那种过年期间特有的 就是那种一种很光亮的 很光彩耀眼 然后尤其是因为人多 那大家那种散发出来的 互相影响的那种欢喜 那种气氛 非常的浓厚 那所以呢 慧平法师就在这样子的 这个农历正月期间 他处理了一件事情 他把它写下来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看 星光灿烂 春节平安灯法会期间的 某一天 负责云居楼行堂的法师 焦急的来电 慧平法师 用餐的时间到了 大众就要进班 但是有一群孩子 站在过堂进班的路线上 演奏起口琴来了 该怎么处理啊 所以说 新春期间 佛光山有这样的即兴演出 也挺热闹温馨的 但毕竟 佛门过堂进班是有规矩的 于是我放下电话 直奔云居楼前的选佛场 了解状况 原来是一群来自嘉义偏乡的孩子 隔日要到屏东参加音乐比赛 由于经费拮 嘉义原服事的住持 绝余法师 特别安排 让这群国中生来佛光山住一晚 不知道是因为看到大量人潮 一时欢喜兴起 还是分秒必争的争取练习时间 总之 这群可爱的孩子 就以马路中间为舞台 演奏了起来 幸好 在全山大众抵达前最后一刻 法师热忱迅速地邀请孩子 先移驾到灾堂用餐 道路总算是近空了 看着全山大众顺利地 鱼罐进班用餐 我们内心松了一口气 危机算是解除了一半 我站在云居楼外 望着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品尝素灾 回想方才他们演奏时 脸上散发的欢喜 觉得要开口告诉他们 不宜在殿堂灾堂处演奏 实在很为难 我明白自己承载不住 他们那一张张挂满失望的脸庞 一直在琢磨是否有更好的安排方式 因为师父上人也常教育我们 拒绝要有代替的 此刻我脑海中浮现出 在佛光大道旁 能远眺高平息的诗茶亭 这可是春节期间 街头艺人演出的热门景点 我火树致电都监院院长 会传法师 请示方案的可行性 想在孩子们用完餐 走出云居楼前 一切尘埃落定 偏偏我的手机 一如往常的 在紧急关键时刻 当机定格了 我激诈了 当霍之会传院长 人在法堂 便直奔前往 见到院长 正随着师父上人跑箱 我赶紧凑过去 在院长耳边小声地报告 请示 院长说 你直接跟师父报告吧 我上期不接下期 语无伦次地报告完毕后 师父即刻指示 救给他们去万人照相台 在烟火施放前演出 会传院长接着请示 师父 是否要赞助他们 师父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要补助他们 听到师父的指导后 我内心悸动不已 更为孩子们喝彩 师父上人所给的 永远比对方预期的还要多 校长跟绝语法师告诉我 这群孩子中有的隔代教养 有的经济拮据 有的连什么是烟火都不知道 于是当天晚上 我们在孩子演出并接受众人的掌声欢呼后 直接安排他们在贵宾区观赏 光照大千烟火秀 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 以夜空做画布的熏烂烟火 每个人都流露出兴奋雀跃的表情 与幸福的神情 想想 这不正是师父上人 愿心所成就的一片平安幸福的净土风光吗 这些孩子 真是在春节接待中最重要的贵宾了 我深信 在将来的某一天 他们也将共同投入打造这方净土的行列 光照大千环管烟火秀 带来了川流不息的人潮 人间的善美与佛法的种子 在连声的惊叹中悄悄地埋入心坎 因缘计会时必然花开果熟 从内心绽放出烟火般璀璨的光芒 穿越时空 持续闪耀 是不是很感人的一篇 确实 我们往往 以前我们在做事 觉得说 他们这样挡在 这个进班的路上 这个事情是应该是不能发生的 因为进班 灾堂进班 这个几百人 这个动线 就是纠缠也好 行堂的人 这个即便我们在现场的任何一位法师都知道 是一定要把路让出来的 因为一旦进班就不会停下来的了 所以惠平法师他十万火急着去处理 但是又不忍心小朋友们失望 所以是请他们先跟着一起进去吃饭 然后在他们吃完饭出来的时候 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本来他只是想说 就是其中应该怎么讲的 在这个花灯区 有一个施茶亭 在那里表演已经是很好 坦白讲真的是很好 但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敢想的 就是不敢想象说 竟然在佛陀纪念馆 万人照相台前 而且是在那个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所有的人齐聚 就是上万人聚集 在这个万人照相台前 就阶梯前 然后就要施放烟火 佛管的施放烟火 那个是从佛光大佛的 这个主管的 本管的地方开始 然后试座塔 然后还有八座塔 就是他会 不是只有定点 他会好像这样连续的过来 然后过去 是非常盛大的烟火秀 那这个 在这个施放的这个主 真的讲压轴 大戏登场之前 让小朋友们 在那里表演 吹口琴 这样 其实我光想起那个画面 都觉得 我们的师父实在是太可爱了 他的心中永远 永远就是 就是爱护着 他爱护着很多人 对于这些在偏乡 能够出门一趟 都很不容易的 小朋友们 不但给他们欢喜 而且给他们 很大很大的加持 那总是呢 我说 哎呀 这么巧啊 就是感谢惠评法师 提供他的 追星沐云 这本书的文章 因为他的文章 为什么选他的文章呢 就是 他是随时师父的身边 那或者是说 很多事情是由师父指导 像这样 所以通过 慧评法师的 这个生花妙笔 然后他带出来 我们看到的师父 就会常常让我们 好像清零现场一样的 那这是其一了 那我就觉得 今天这篇文章 正好呢 也印了 就是 其实我前两天 跟几个协会 这样就到场开会 非常非常要考量 在Omicron 这个疫情期间 那要过年 要这个过 如果以农历来讲 很快哦 再过几天 这个要法宝节 佛陀成道纪念日 要以过去来讲 就是要回来吃拉巴粥 或者来拿拉巴粥 他是今年这种情况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我就临时 跟这些佛光人 干部代表 就开个会 那最后都是用投票表决的 最后呢 我就以纽约协会来说 最后就是 就是除了协会的常务理事 还有九个分会的会长 都代表 他们投票 那当然绝大多数 就主张 还是不要接触 就不拿 但是我就想到 就是刚刚会贫乏 讲一句话 师傅一向主张 拒绝 是要有替代的 所以我也把这句话讲出来 说如果大家觉得 都两年了 没有回道场 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特别怀念 很想念道场的菜肴等等 我说这样大家会很失望 可是这个是为了保护大家 尤其现在美国的疫情 是特别的严重 那所以我就说 那还是一样 就是举办 就是请分会 去邀请佛光人家 在家里头烹调 一样就是比照去年 或者今年渥太华 也是这样 万家身佛拉巴州 在家里烹调 那我说渥太华 是比较早准备 就有比赛 增加一些趣味 这也二三十户 人家来报名挑战 那纽约 波斯登 我就怕来不及 我说就分享会就好了 那有几户人家 就算几户 所以我不知道 其他道场如何 因为跟疫情的情况 也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要斟酌 那比如讲说 好 这个拉巴州 从让大家登记 大家也登记得 新高采烈的 但是还是改为在家里头 自己学习烹调 工序还是蛮多步骤的 大家仔细看 前几天给大家看的 这个早安佛光 有万法是四番烹调的 那就是这是拉巴州 拒绝要有替代 那过年 农历新年 在纽约本来规划 也有云水佛堂 也要有这个年菜 给大家来请 结果一样一样投票表决 最终都是说不要 这个我想大家还是很考量 因为一旦要准备 我们法师一定要在现场 他们就说第一个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保护法师们 我听了也很感动 我是说我们要保护义工 他们说他们要保护法师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 彼此非常非常的 这个照 关照 互相关照 那不能 那替代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像这样子 就是吉祥福袋怎么准备 那这个不能上 不能回来 上投注箱 就烧年箱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回来拿 就请这个吉祥福袋 当然有大家各分会去登记 那这 像比如说沃泰华 协会也是这样子 让大家来登记 那总是 我就想到说 师父说的 拒绝要有替代 一旦我们因应这个疫情 有一些事情 我们不能够比照往常 去举行进行 那这个替代方案 其实各个道场 各个协会各有不同 那在纽约呢 就说着说着啦 就 竟然讲出一个活动 叫做什么 这个叫 睡末 睡末 围炉 线上围炉 联欢会 各位想想看 线上怎么围炉 但是呢 反正我们就 就说好 会长 副会长 大家赶快提出 这个构思 那大家去准备 总是不忍心 让大家失望 那么 希望在 这新的一年 就是 今天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各位看 今天的背景 这是哪里呢 这是加拿大的国都 在沃泰华 这个就是国会山庄 那 只是请方圆 多加了几个字 2022 Happy New Year 总是 在新年的开始 我们分享了这篇星光灿烂的这篇文章 感受一下师父是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 那我们是怎么样从师父身上学习 那另外就是顺道也让各位知道说 其实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都希望一切真的是诸事圆满 什么事情都让他圆满 圆圆满满 那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希望各位呢 在今天这个国会山庄的 这样子的 这么 这是一个灯光秀 它并不是原本长这样 它只是那个灯光投射在国会山庄 整个建筑物上面 显现的缤纷 这个灿烂 那用这样来祝贺大家 迎接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同时也把这一篇文章 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因为疫情 各个道场有一些安排 有所调整的话 各位要记得 你永远都知道 道场其实是用了非常非常的用心 希望给大家带来欢喜 那么 说有些做不到的地方就拒绝 是有替代的 也一定会想办法替代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份心意 欢欢喜喜的迎接新的一年 那么下个星期如果再进入到星期六的话 就有新的单元 各位也请敬请期待了 我们就明天 明天 1月2号 这个法会在温泰华比较特别 1月2号举行的是 护法委员功德回向法会 我会在明天的早安佛光 让各位知道 就是什么叫做护法委员 跟寺院道场 跟我们的关系 那么就明天再见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